现在我们开始写一个美丽的旅程 它在人群当中对白牌有需求 何为五环外人群 不只是北京五环外住的人 广业上是那些有利于主流视角之外 活在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的人 于是当我们回首这两年 惊奇地发现 从OPPOVIO依托广告轰炸 广扑线下门店 在手机市场完成逆袭 到老铁666的快手 都用7亿用户估值值比250亿美元 再到头条冲出BAT束缚 俨然成为第四大互联网巨头 似乎都瞄准了这部分人群 不知不觉中 五环外人群 成就了这些年 互联网经济的最大增量 今天中国还是一个 有大量农业人口 有大量的小城镇居民的一个国家 那在快手里面 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8年6月30号 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02亿 而一二线城市人口的总和 不过其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更大部分的网民群体 来自于五环外人群 同时2018年春节数据显示 三四五线城市的消费率 指数直笔二线 阿里巴巴2019财年Q2财报显示 阿里零售平台活跃消费者超过六亿 其中三四线城市对用户增量拉动明显 换句话说 五环外人群本来就是互联网经济的主战场 不该被一二线城市的主导舆论中产们 贴上五环外的笔事标签 五环外人群也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来享受更好的服务 于是围绕五环外的子弹还在飞 随着互联网巨头的渐渐涌入 一场针对五环外市场升级的战争正在打响 淘宝天天特价升级 据话算京东纷纷开启拼传模式 淘宝直播中 亚批村红霸占屏幕 大人发联合合小马 把五环内的社区生鲜 开到了小镇青年的家门口 抖音快手也因为其视频接入电商 网红不断在淘宝上演变现的造福神话 中国的人均GDP水平 已经达到了8600美元 那么在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的时候 恰恰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消费升级 我个人觉得消费升级还是主流 不能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大面积的消费降级